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利波特就是天罗星的 卡哥 你什么星座呀 我狮子座 狮子座呢 本月在感情方面面临重大机遇 单身的狮子座会有机会 从朋友变成情人 那就是我有桃花孕了 还有可能在身边 郎总 你什么星座 我 双子座 双子座 本月在工作上你的自我能力有点突破 会步入新的阶段 郎总 你还要突破 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人留点活路啊 那文宇呢 案件是射手座 射手座看看 射手座中上行的时候会有不莫名的 不安感的轻松迷你破碎 但感情方面会有突如其来的意外 要留意身边人 星座这个东西还是蛮准的嘛 是不是 我看差不多了 要不然咱们开餐吧 好 点个火 我全部故事交换 都宣布和你有关 嘿嘿嘿 我这么丑你都生了开灯 不然不然不然 我起跑下去 快点 这一秒的心跳 和你交换 从此刻到余生的陪伴 想起的浪漫 平凡的灿烂 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 星座是不是可以开星星啊 可以了 云都散了 就那个 中间的吗 什么都看不见 怎么会 对 肉眼就能看见 好美啊 你在看哪一颗 是你的花瓶 那颗 最亮的那颗 那是天狼星 天狼星 你还记得吗 好像有人跟我说一下 人心的故事 你还记得 那个故事是什么吗 你在看什么 我在找最亮的星星 你知道天上哪颗星星最亮吗 除了太阳 最亮的星星就天狼星 天狼星 哪颗是天狼星啊 我 这颗最亮的星星就叫天狼星 你是晒你 你说的可真多 天狼星是一颗代表守护的星星 这颗天狼星是一颗代表守护的星星 大概是说 它是夜空的守护者 只要有危险的时候 它就会一闪一闪 有你在身上 和你的花季 如果有敌人 他就给人类 发出一闪一闪的信号 什么样的敌人 像外星人啊 怪兽啊 你还记得 是谁跟你说的呢 哈里波特 什么 哈里波特就是天罗星的 阿玛雅 加手了 许久以后的爱情 阿玛雅